其实台湾的募资跟国外的募资 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的 这个氛围啊 其实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那其实 即使在Kickstarter上面 我们看到了 其实他们最主流的 其实也还是文创 包含像是影片的也好 电影的也好 或是说这种艺文的 其实他们主流也还是文创 那只是说 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 他们的市场跟台湾市场差距很大 只是我觉得说我们 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很有趣的点 台湾的人 台湾的网民或者是台湾的人 其实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 其实很高 我们的案件 同时在线上的募资案件数 跟我们总体的募资金额 其实比日本跟中国还高 我们是亚洲最高吗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我们自己看到觉得蛮有趣的点 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对 那人口数也很少 可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新事物的 接受程度其实是 我们看到的其实觉得很高 而且其实对于你理念认同的事情 是不利于去支持你 对 然后赞成你的价格 你刚刚讲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其实只是本来不知道 甚至是艺术都一样 艺术可以用比较口语化 或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传达出来 如果用这个方式传达出来 我相信一般的民众 其实他会有机会找到切入的点 去认同 所以其实凯西好像之前有好多问题 想要问小光 我其实之前在看到那个Kickstarter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那个网站的募集资金是高的 然后多样性 其实台湾的多样性也是 也不错 对 也还蛮棒 对 在跟国外的经验比较起来 台湾也算是快的 还不错 但市场大小差距蛮大的 对 当然 对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募集到 我们想要目标的资金是这样 展望未来Flying V 有没有什么还很想要继续做下去的目标 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在心里的蓝图其实 还不少 对啊 那其实以Flying V本身来说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做的是可以延伸在 比方说好了 我们现在帮Flying V是帮每一个来提案的这个创作者 踏出第一步 那第一步之后 如果它第一步踏稳的时候 它一定想再往前继续走 那第二步就不一定要跟我们合作了 是 那我们能不能在第二步第三步 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合作模式出来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想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Flying V现在是帮你从0做到1 对 那1到10或1到100的这个阶段 我们能不能一直陪着你走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的是什么 好 可是其实Flying V给了很好的意见 比如说凯西的团队来了 Flying V的团队给意见说 你也许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 有人是不想要接纳这样子的意见的 有人就是艺术家性格 就是我的梦想是这样 你不要修改 人百百种 就是说其实我们给的建议 其实我们就是建议 那当然决定权还是在提案人身上 可是不只是我们给建议 其实我们在这一段过程中 其实我们感受到很深的是说 其实我们从每一个提案的人身上 学到很多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领域专家 他为什么想做这件事一定有理由 然后我们听了 其实我们是听第一首故事 每一个人来找我们 其实我们都听第一首故事 他一定有个原因 就像凯西刚刚讲的 为什么他想要做双语的 艺术行政的这个刊物 有个理由在 我们透过这个理由切入之后 可以去再延伸去了解 艺术圈是怎么在想事情的 那我们不同的案子来 比方说我们不只一个剧团来找我们 每一个人跟我们讲不同的困难 其实每个人都在来找 我们都在讲他的故事跟他遇到困难 对 其实我们听完之后 其实从他们上学到很多 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一个 在过程中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但我觉得平台来说 虽然有些朋友会觉得说 平台他收了一个手续费 或者是一个行政费用 但是从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很可贵 是因为他们同时在无私地分享 他们的专业 他们来帮助你 所以刚刚你有讲到说 新闻稿 他就直接给你媒体名单 就直接给你一个 Excel的媒体名单 给你新闻稿的范本 我觉得那个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个 会强调的一件事就是 要挑对适合的媒体 就是因为如果说那个 发出去就是不是对 不是适合的话 会被人家就是自动挥扰 当然了 但是光是愿意分享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难能可贵 而且那个信这么的长 有好多的建议 我觉得是我们会一直在回去看说 我们还有哪些地方 你说是欢迎V寄给你们的信 对 就是谈过之后 然后他们会再寄封信一些建议 做法 那可能有十个 那可能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十个都丢出来用 因为它毕竟要跑将近六十天 对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 它非常Valueable 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回去再看 说哪里还做得不够好 那我觉得那个是 对于我们来说 提案者来说 以前是当所谓的资助者 你看不到背后的这些 但是当你做 一直很想有机会做提案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背后的运作 你会觉得很感兴 然后就会想说 你到底多大的团队 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团 每一个提案都是这么的关注 然后就像你说不同的专业 它可以用 它可以去提供给你一些 很不一样创意的idea 小光到底多大的团队 我们公司就是人数大概 不很多啦 大概十个人左右 你们才十个人 对 那其实我觉得是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案子 那实际上我们当然人 有时候会有点主观 就是案子来了好的话 我们会特别开心 所以我们也会付出特别多 所以凯夕是好案子 对 其实说实话 说实话是这样子 那当然不是说不好案子 我们都不会理 不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一定就是说 能够进我们所的 去协助每一个提案 那只是说 有时候当然就是我们讲 那你接受了 而且你做的运用得非常好 我们就会很开心 对 然后我们再看 再更多 对 看可以怎么帮忙 是 大概心态是这样子 刚刚其实凯夕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好有趣 凯夕问了小光说 帮助别人会上瘾吗 这个我觉得会 对啊 其实我觉得会 因为大家会觉得 帮助别人是 很多人觉得帮助别人 是做工艺 其实不是 其实就像你讲说 我们去帮助这些提案者 给建议 其实过程中 我们也得到收获很多 这是双向的 其实我一直认为 这是双向的 对 所以说其实 所谓上瘾其实是因为说 你从这个过程中 你学到的东西 知识啊 或是这个经验 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其实是一直 这种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 会让自己觉得开心 但是我觉得上瘾的是我们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我们是资助者 其实对我们来说 那个成就感很大 因为你可能500块 1000块投进去 你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梦 或是完成了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project 你会觉得 自己好像 为不足道的力量 可以促成这么大一件事情 你其实会上瘾 会想要再回去看 还有什么计划 是值得你再投入的 会觉得很骄傲 对 因为你只要一赞助了 其实你就是这个project的一份子 对 那你这个一份子 其实这个你会 怎么讲 余有荣誉 对 因为它成功 其实你也余有荣誉 没错 我们非常谢谢小光帮大家圆梦 然后也很希望Innotes 在Flying V的帮助之下 还有大家的 及大家的力量之下 可以继续再往前走 出很多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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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